由全美雅裔总商会会长董纪林 展望未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梅艺端、陈军雅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创办人林桂香 旧金山中华企业协会会长林美莲 以及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王以琴 他们于3月26日共同举办线上讲座 疫情的应变及应对 有超过百余位侨胞上线聆听 董纪林衷心感谢矽谷侨团以及侨胞队活动的支持 让他感到十分温暖 他也感受到亚裔、华裔在疫情期间适时的应对 让我们更坚强 那今天的这个COVID呢 怎么样这个measure着COVID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呢我觉得我们亚裔呢 尤其是华裔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不但没有被冲击倒 反而又回来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比以前更strong 此次讲座是由陈润吴博士主持 他表示 在美国防疫措施不断解封的状态下 人们也在思考许多相关的问题 Omicron是否持续变异 新一波疫情是否会到来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 如何学会与疫情共处 等等这些都是大家迫切关心的话题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家 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这些课题 进行深入的解析 以求为大家一试解惑迎接新生活 两位主讲嘉宾分别以中英文演讲 Dr. David Yee 主讲 Update on COVID-19 and Omicron variant 加州公共卫生部医院紧急准备联络官 赵国华博士分析 新冠疫情的近况以及相应对策 两小时的精彩演讲 加上投影片辅助 大家更进一步了解了 新冠疫情的预防、治疗、医疗方向 以及疫苗发展的现况 透过专家的精辟分析和建议 相信对与会者在疫情期间的身心保健 一定有很大的注意 本则新闻由 乔吾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道 comprendre不知事 会和老师在进一步了解 的急识订阅